那么第二个方法 这就是起源方法 那么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经验综合的方法 纳布利奥拉提出经验综合的方法呢 是相对于抽象法而言的 抽象法而言的 它所谓抽象法呢 就是通过抽象和开化 从事物中分离出一些基本的因素 将它孤立起来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 然后分析它的这个值的规定性 值的规定性 那也就是说一些因素 我把一个事物 自然科学的方法就是一种抽象 我把这个一些事物 一个整体的事物 我抽象出一些因素来 然后进行分析 然后规定它们的值是什么 拉布利奥拉就认为 它是这样一种方法是写不出人的历史来的 你这种方法你可以做一个科学的分析 但是你写不出一部历史来 它说要写出历史来 人们必须运用经验综合的方法 那么所谓经验的综合方法呢 也就是要把握事物的内在要素 就是它也需要抽象 也需要分析 但是这样一个抽象的分析 它一个抽象一个分析 它是要把握整个世界的 这个事物本身的 这样一个内在因素的 也就是说呢 抽象的分析 这个经验综合法呢 它不是像抽象法那样 停留在对事物本身的分析 而是要进一步 从不同的因素的联系当中 从社会的运动当中 去叙述它的形式 去叙述它的形式 也就是说你要把握 这个各个因素之间的 这样一个相互联系 而不是做一种原子式的 还原式的分析 因为我这个因素的分析 是什么 我既然是这几个因素拼起来的 那么我就可以用这几个因素 达到还原 但是当它把这几个因素 和这个历史的东西 联系起来叙述的时候 它就形成了一个不可还原性 形成不可还原性 所以它就这一个 就是一个历史的经验的综合方法 经验综合方法 它也把它称之为历史的叙述方法 历史的叙述方法 对于这个历史的叙述方法 它自己有一个说明 它说它的历史叙述方法 是为了批判因素论 批判因素论 所以它说 所以为了批判因素论 它说它应该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从不同的因素 起作用的方式当中 去概括出它们的相互作用 就是它不是对单因素的分析 而是从这个不同因素 起作用的方式当中 就是它们的这个因素 它是怎么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功能的方法 它不是一个性质的分析 而是对它的功能 它的起作用的方式进行分析 然后通过对这种功能的分析 来讲概括出它的相互作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要描述不同社会形式产生的时间和条件 就是对它的时间条件进行分析 第三个呢 就是它要把可靠的事实 在不同时间 不同地点出现的现象的最表面 进行一个对比 那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比较啊 不同历史阶段的一个时间的 这样一个比较 这样一个比较 这是它讲的这样一个历史的 这样历史主义的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第二个呢 它就对历史啊 从以这个方法呢 对维吾史观的这样一个起源 进行了一个考察 对维吾史观的起源进行了考察 就是说维吾史观它是怎么产生的 因为它是一个历史主义者啊 一个历史主义的哲学 那么它就要用这个方法 所要描述 维吾史观不是一个固定的理论 它在历史上啊 有它的这样一个起源 就是我们所说的 它对这个维科的分析啊 把它放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放到什么 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当中 去考察它的思想起源 那么它主要是考察维吾史观的起源 它认为维吾史观的产生 不仅是对旧维吾史观的变革 而且也是对以往的历史观的变革 对以往的历史观的变革 因此要理解维吾史观的原理 就要考察维吾史观 是怎样从以往的历史观当中产生出来的 它在哪些方面实现了历史观的变革 在哪些方面实现了历史观的变革 那么为了考察这样一个观点呢 它开始就提出来 它认为尽管从古希拉开始 哲学家们就开始思考人类历史问题了 但是真正提出历史研究任务的 努力皆是社会发展历史必然性的 还是从17和18世纪开始的 就是说17世纪18世纪人们才开始 真正提出了研究人类历史的任务 研究人类历史自身的历史是什么的 这样一个任务 他说呢当时呢出现了政治经济学 政治哲学 对新的社会制度做了多方面的研究 其中他说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霍布斯和罗梭的学说 霍布斯和罗梭的学说 他说这些学说啊 他对人的研究呢起什么作用啊 他给这个对社会历史的贡献 我们上面写了 就是那个霍布斯和罗梭 霍布斯和罗梭 那么霍布斯和罗梭呢 他对这个人类历史的贡献啊 对人类历史贡献呢 他主要是对人性人的自由的形式 展开了研究 就是他首先呢 研究了人性和人的自由 人的本性和人的自由 这个呢就是开展了 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 就是封建专制制度刚好是什么 压抑人性的 所以这个人类历史的研究是什么 它是从人性开始的 对人性和人的自由开始的 开始的这样一个历史 所以这样呢 他们当时的这样一个思想啊 它是赋予批判性的 赋予革命性的 但是呢 由于当时的这个条件呢 这些学术啊 只是抽象的考察的人 也就是说呢 用逻辑的抽象方法 把当个人同他们的历史联系 和必要的社会属性啊 进行的研究 进行的研究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可以看一看 就是说他的这个 当他强调 霍布斯和卢梭学说 为这个历史研究的起点的时候 他考察唯物史观的一个重心是什么呢 人的本性和人的自由 也就是说 他认为唯物史观的创理和他的核心 就是要解决 人的本性和人的自由的问题 和人的自由的问题 这个和这个普雷汉诺夫 是很不相同的 因为普雷汉诺夫 我们在下面 不会展开他这一个方面的内容啊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儿 做一个对比研究 可以看到这个普雷汉诺夫 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啊 和这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 传统的一个区别 这个当时呢 这个普雷汉诺夫啊 也考察了这个人类历史规律 不是 唯物史观的起源 他考察唯物史观起源 是什么生产力的发现 就是历史规律啊 能不能就是从这个历史规律的这个角度 能怎么去发现历史规律的 他认为这个整个唯物史观的起源呢 就是要发现唯物史 就是说历史规律的动因 最终动因是什么 他是在这个 所以他是最说从什么 从最早从神学里面来的 就是说探讨这个神学的道路 神学家讲 这个能通向神的道路是什么呢 他说这个提问里面呢 就有一个思想 这个思想是什么 能怎么样去通往神学的 那就说神学啊 是神的东西啊 他不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执信仰的东西 而是能不能可以去进行理性思考的东西 既然可以去进行理性思考 那么这个唯物史观就开始了 唯物史观开始了 那么后面呢 这个能不能怎么去发现 这个唯物史观的这个规律 比方说18世纪的这个历史学家 提出了这个社会环境决定能 那么就提出了这个社会环境 然后这个扶皮时期思想家 提出了阶级斗争 是历史的动力问题 然后进一步呢 就是他就说这个黑格尔 提出了一个辩证方法问题 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过程 所有的这样一些问题 上层建筑的这个社会存在 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然后财产决定这个历史观 规律的问题 还有这个历史辩证发展的问题 全部都提出来了 最终一个什么问题没提出来的 历史规律的最终动力是什么 他说马克思的贡献 就在于发现了生产力 发现生产力 这是普列汉诺夫考察维物史观的思路 因为他对这个历史发展规律的这个理解 强调他的这个生产力的一元论 生产力的一元论 我们下面会讲到生产力的一元论 我们到时候再联系起来 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生产力关系的一元论 所以他是把什么 把你唯物史观史的这样一个考察的视角 定位在生产力的发现客观规律上 但是呢我们说了 这个拉布辽拉了 他是一个意大利的历史主义 能文主义传统的继承者 可以说是文艺复兴以来 文艺复兴什么 最大的发现 应该说什么 发现了能 文艺复兴哪怕他是对自然的连接 他什么 也是能的一个发现 所以他包括这个文艺复兴宣传的人的这个 一个人性啊 包括他的这个艺术各方面宣传的这个 人性自由 人性和这个 人的本性和人的自由 上都是这个意大利的这样一个思路 所以拉布辽拉在考察 唯物史官起源的时候呢 他就把自己定位在考察什么 人的本性和人的自由 那么从人的本性和人的自由呢 他就追溯到霍普斯和卢梭的学说 因为霍普斯和卢梭呢 他在批判这个封建专制制度的时候啊 就强调对人的本性和人的自由 强调人的本性和人的自由 他说不过那个时候啊 这些学说只是抽象了考察的人 也就是说用逻辑的方法 把当个人同他们的历史联系和必要的社会属性 分开来进行研究 分开来进行研究 就是说他格列了这样一个历史本身 所以他是一种抽象的人 那么他的描述是什么 由怎么样由抽象的人到历史的人 有怎么样啊 这个历史唯物之一实际上是什么 怎么样由抽象的人走向历史的人 这是第一步啊 就提出了这样一个人的问题 提出了人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呢 他说在第二个阶段 就是维科目的石究和奎奈 他说有了新的发展 这个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呢 是通过消除宗教对人和人的自由研究的影响而实现的 是通过消除宗教对人和人的自由研究的影响而实现的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讲了维科目的石究 就是说维科啊他是启蒙时代的这个思想家 启蒙时代思想家 而启蒙时代我们知道启蒙哲学是什么 对宗教的批判 对宗教的批判 就是要强调什么人的一个理性 以理性啊来批判这个宗教 以理性来批判宗教 强调这个人性发展 人性的这样一个自由 这样一个自由 在这个所以呢 他就说呢 他们的这个 而维科对宗教的这样一个消除它的路径是什么呢 就是强调文化的研究 我们说了 他把宗教啊 原来宗教在17世纪是一个信仰 是一种信仰的东西是吧 他是他的 你研究他只是研究他的教义 他的信念 但是在维科那呢 宗教是什么 宗教是人的一种文化 宗教是人的一种文化 能创造宗教呢 是创造他自身的这样一个新年世界 也就是说 他对宗教做了一种人类学的研究 一种文化的研究 就把宗教的研究啊 由一个 原来由一个抽象的信仰的东西 变成了一个什么 变成了一个世俗的学问 变成了一个世俗的可研究的这样一个东西 以宗教的研究啊 来揭示人的心灵世界 揭示人的理想的这样一个构造 那么所以这样呢 就把什么 就通过这个对消除宗教啊 来开展对能和自由的这样一个研究的影响 来揭示了人 也就是说 把人从抽象的人 还原为了一个文化的人 还原来一个文化人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研究这个思想 他说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思想 所以十九世纪的历史哲学啊 就能够完全的描完整的描述人的这样一个观念 而不掺杂任何宗教思想和假说 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说的 人的历史是由人自己创造的 这个观点最早提出来什么 是维科提出来的 人的历史只能在 就是说人的历史只能到 人自身的这样一个民政世界去寻找 而不能在自然科学和这个宗教那儿去寻找 去寻找 所以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那么他就认为 维科在把这个抽象的人 还原为一个文化的人 历史的人的时候 他有一个缺陷 这个缺陷是什么 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了一个非批判的态度 采取了一个非批判的态度 那么这个非批判态度呢 他说那么真正对资本主义开展批判的是 浪漫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就是说你把它还原为历史的人 但是仅仅还原为历史的人是不够的 人的自由 人的本性 他需要什么 需要对现成 需要在这个对资本主义的现成社会的批判当中 获得它的内容 获得它的现实内容 所以这一个呢 他说是从浪漫主义和这个空想社会主义开始的 我们知道空想社会主义啊 尽管它是空想 但是它是对这个资本主义的一个批判 而浪漫主义呢也是这样的 那么浪漫主义的批判呢 主要是针对自然法和社会契约学说的理性主义的 他目的呢是把人从理性主义 理性当中解放出来 从理性的这个约束当中解放出来 面向社会生活 也就是说 人不能仅仅是抽象的理性的人 他应该是现实世界的人 是社会生活当中的这样一个人 这是他的一个浪漫主义的一个还原 那么还有一个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 他的批判主要是针对政治经济学的 也就是说在空想社会主义看来 政治经济学只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 却没有找到资本给人带来的贫穷的原因 资本为什么会使人变得很穷 他说这个原因他揭示不出来 所以政治经济学主张自由主义 不过是为了维持不平等的社会制度 并不能给每个人都带来幸福 带来幸福 他认为能要根除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制度 必须建立新的历史观念 所以这个要提出这个 他说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观念 就是社会主义 就是社会主义 所以从这个历史观念的变革看 他说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的贡献 就在于他们使人类对历史的思考 由外部转向了对主观的批判 就是你原来讲人是讲他的外部环境 讲他的外在因素 他是抽象的 那么这还原了什么 对人自身的批判 所以对于人的本性 人的自由 就有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 从人的一个外在因素 外在的一个强制性 走到人自身的自由 如果不走进人自身 你怎么去解释 人的本身的这样一个自由 所以他考察的思路就是这样的 然后就转向了一个主观的批判 他说这一个转向 就为维吾史观的产生提供了 重要的这样一个思想基础 思想基础 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维吾史观的创始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 习取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 那也就是说 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 成了一个环节 黑格尔的哲学 他的历史辩证法的特点是什么 把能看作是 人类历史看作是 一个由低到高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 而且描述了 他的这个观念史的 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马克思呢 就把黑格尔的 这样一个历史辩证法 进一步引入到 对社会本身的批判 这也特别是引入到什么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当中 揭示了社会本身的矛盾 和它对抗的根源 社会的矛盾和对抗的根源 这样就找到了 根除社会矛盾 和对抗力量的手段 这就是无产阶级 极起革命 无产阶级起革命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唯无始观 那也就是说 找到能得解放的 这样一个途经 就是马克思啊 他的哲学 不仅探讨了人的自由 人的本性和 人的自由的本质是什么 同时呢 找到了 人的本性和 人的自由解放的 这样一个 也就是说 他实现的一个 现实途经是什么 现实途经是什么 这就是唯无始观 这就是唯无始观 他认为了 他认为了唯无始观 对人类历史的科学说明 是对近代以来的 哲学 政治经济学 浪漫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 有关人的自由学说的 一个批判继承 一个批判继承 那么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念 唯无始观以 是以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为前提的 而他的理论形式 则是历史辩论法 所以这也就是 他对这个历史辩论法的 一个基本理解 基本理解 这就构成了他的 这个实践哲学的 这样一个基本内容 基本内容